没有可能这样的事50个人太离谱了 我在50多年了 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数据还到蛮多的 针对美国记者柯利斯丁社交媒体的指控 他独自从龙市中央艺术房步行到香格里拉酒店 入城越30分钟 期间至少50名男子企图向他的胸部伸出狼爪 不少网民指他杀谎诬赖 要他报警以正事实 乌吉免登区国会议员方桂荣认为 该名女记者指控太夸张 极东波小贩商业工会主席拿渡红系递者认为 或许是该名女记者的幻觉 你又怎么看呢 来说两句吧 我不太相信 你说有50多个人都想费他 我觉得大家还素质还到蛮高的 是有点荒谬了 可能他的性骚扰 可能就是人家看他或者什么 这个如果是动他是不可能的 我太太也是他这边 差不多一星期也没有人来碰过他了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繁华的地方 出出近近的人很多 没有可能这样的是50个人太离谷了 没有可能的不可能 50个人哦 如果有些人走路不小心 创造我们的这个是很普遍的 因为那边的地方是很多人出出近近的嘛 对不对 应该是没有啦他自己在幻想出来的 我觉得50个人还是有点夸张了 这个人说有点多 我不相信哦 没有不可能哦 我在这边这样多年 我在这边50多年 有了我10多岁在这边 没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50个人我不是很相信的 听着就听着哦 如果不是官方的东西出来证实 我就不大会信 我觉得稍微有点夸张 我觉得马来西亚的治安就 因为我来是第二天嘛 我觉得还蛮安全的 不会 我自己我去年在泰国住了五个月 我去年11月份跟两个朋友到这里来 晚了一个星期 然后我这一次又带我老公又来 已经完了第二次来 三个月之内第二次来 这次又完了七八天 跟我家人一起的话 我会觉得还好吧 觉得还算安全 很适合旅游 挺好的 我没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我觉得 应该不是会特别乱那种 就是还算是挺安全的 是会有负面的 这个旅游印象哦 这样可能让旅游客觉得这边 跟印度一样乱 他说把我们联系成印度 其实我们没什么乱 当然影响很大咯 我们现在都是在开始在很多很多人来这边旅游 中国人也是很羡慕我们这边的中国文化 当然是有影响咯 我们的印象不好嘛 外国的游客啊 对我们的印象应该是很坏的咯 应该旁游他了 甚至可以就是让他 限制他入境 政府啊 他应该要走回自己的法律咯 我们的政府 我们有我们政府的法律来走 走还对咯 不可以让我们的民意这样下去 我们怎样去做理由呢 要告诉他怎样肥谤 肥谤我们呢 应该是不可以的嘛 调查这个 先把事情搞清楚了 搞清楚了 如果完全不是他所说的这个 就是政府出面解释给大家听嘛 在媒体上面 就一定要把这个说 不是这样一回事情 或者是有人是在恶意的 造谣 就是损伤那个马来西亚国家的这个利益 根据《中国报》走访吉隆坡中央艺术房这一带 不难发现有好些壁录电视 而受访者们也认为 50人惜凶的说法太夸张 他们不太相信 《中国报》听民生关心民生 我们下期再见